我們現在已經都不會動囉 我就拿位置一擦的時候發現 欸?紅的 這個月手術下來 你現在是滿意的嗎? Hi 大家好我是劉劉 之前你們有看過我遮眼袋的影片嗎? 那因為這部影片也有些人來專程找我 上遮眼袋還有些彩妝的課程 那這次這部影片的話 不是要再教你們怎麼遮眼袋 因為當初我有一位學生 他就有跟我分享說 他就算學完當下遮得很好 他後來就真的想了很久去做眼袋手術 那他也跟我推薦一些醫生什麼的 那我這次的話 我 那這次不是我 這次的話是我上次影片的model 他要來做我們這個眼袋的手術 當然我那時候拿他來遮那個眼袋的影片效果非常好 不過像他是平常不會化妝的人 他也是看待我那個學生恢復的這麼好 他也想要做這個眼袋手術 所以這部影片就很值得分享給那些 你平常不怎麼化妝的人 你有想要做眼袋手術的人 來做個參考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們今天主要是處理握層下面這個眼袋膨出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這一塊 這一塊的眼袋的右邊會特別的明顯 然後淚溝的感覺 所以很容易眼下會讓人家覺得整個氣色不好 或者是好像有年紀的感覺 其實很容易是因為眼袋的膨出以及淚溝的凹陷 還有法令紋的凹陷導致的 那我們針對這個部分 眼袋我會用這個 我到國外去學的這個墊平眼袋的方式 漢口特別的小 也可以同時把眼袋用抽的把它拿掉 而且可以同時止血 利用這個原理 它術後的瘀性腫脹的機率就會少很多 然後補脂的部分 我們通常會取肚子的脂肪 助其開一個小小的洞去抽取脂肪 離心存晃存很小的分子去回補在這個地方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它就可以有一個比較均勻飽滿自然的氣色的感覺 和什麼樣子手術的問題 沒有 OK 那我們就進去準備囉 好 我可以眨眼睛這個動作可以 不行喔 現在眼睛都不可以動了 你大概不可以在世上 Gara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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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 Garai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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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ra Garaizo Gara bears 那Anson已經手術完大概三到四個月 那我們來看看他恢復的狀況變成什麼樣子吧 哈囉大家好我是Anson 我有去搜尋一些問題 還有我自己想要知道 就是關於眼袋手術這部分 那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你想要做這個手術呢 其實就是像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那個我們之前的工作 有一位就是老師 然後剛好就是他來上我的課程之後 他要參加學生的婚宴 所以後來就趕著我們化妝 然後我就一看到他 說喔 欸 老師 你的眼袋呢 然後他就說 我的眼袋就是還有一點點 正就是他做的是還有一點點抑情 可是我說自己的狀況很好耶 然後我就真的很好奇 然後就問他說是哪位醫生做的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地想做 然後我想說我剛好要四十歲了 趁著老師就剛好 他的狀況就回復都很好 然後就給自己一個四十歲的生日禮物 然後我就是趕快去做 不然原本想說拖到四十一或四十二去做 那我好像有看到人家有說 像眼袋手術 比如說有在內開 還有就是外開 那你這次是用哪用方法操作啊 我這次指導的醫師就是孫萬璇醫師 那醫生看完我的眼袋部分的時候 他就說 我其實可以用內開的方式就可以了 孫萬璇醫師他手術的方式的話 是以電瓶眼袋手術方式去處理 那他是說傷口會比較小 回復期也會比較快 我真的覺得好像看不出來有什麼傷口 因為就真的很平整 因為你原本這邊下面都泡泡的 我這樣看的話 好像真的都沒有傷口 所以內開的話 他真的是 你說要從哪邊找 好像真的找不到 我覺得應該不是傷口吧 就是有沒有疤 對 因為現在傷口其實 你三四個月怎麼有傷口 不一定啊 有些做醫美手術做完之後 還是會多多少少留下一些痕跡 就痕跡 那就不是傷口 但是你讓我真的看不出來 因為內開它是揭開在眼瞼的裡面 對 所以他其實是看不到的 所以外觀其實沒什麼 就很自然 因為我主要是跟醫生講說 我要自然就好了 不要說做得很像眼睛大 或什麼之類就沒有 就是自然 不希望人家看到說 你就是有做完 你有去做醫美嗎 之類的 第三個問題的話 其實應該蠻多人都很好奇 就是到底做完會不會痛 或者是做的當下會不會痛啊 然後我幹嘛會痛耶 那你覺得很痛嗎 痛到還好 就是好像被東西彈到的感覺 對 其實我就應該是說 每個人痛的感覺不一樣 意思是 反正是用梳馬的方式進行手術 那其實在開的時候 我這隻眼睛 其實完全沒有感覺 你就覺得 醫生有拿東西去動的眼睛 而且我一開始手術前 我蠻緊張的 有什麼好緊張的 當然會緊張啊 而且你要想要 眼睛張開 然後醫生在 刀子在前面 對啊 然後你看著他 就是動你的眼睛 當然會緊張啊 手術的時候 我就發現 他有用東西 一個應該是罩子 還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罩在我眼睛上 其實我看不到醫生 幫我做手術的樣子 只是感覺他有在動 但是我在 這隻眼睛就有明顯的痛感 那我有特別去問孫萬璇醫師說 為什麼我這隻眼睛會比較痛 我想說 是不是因為脈要退了之類的 然後醫生說不是 醫生說因為 每個人的眼袋 深度跟大小 有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相對 如果你可能比較深 或靠近神經的地方 那相對來講 他就會比較痛 當然每人對痛的定義 其實也會不一樣 就像我剛才打你 有些人像我拍你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很痛 所以每個人痛感神經都不一樣 所以其實這真的是因人而已 而且我覺得 這個手術的過程很快 因為我這次手術的話 除了做就是眼袋 那我這次其實就是有拿劑的脂肪 然後去填我的Lego跟反命紋 然後像我從就是做 書碼到我全部手術完 其實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完之後 只要退了馬咬 其實就跟一般一樣 就可以直接去隔天上班的概念 你隔天就直接上班了 對 我隔天直接上班 那你手術之後 有需要注意什麼樣東西嗎 或者是醫生有特別跟你說要怎麼樣做 應該是說我的諮詢是有特別在跟我提醒一下 他們在術前都會再做一個衛教 術後我也再提醒你說 你可能哪些東西要需要注意 對跟保養的部分 說建議都以食用水 食用 食用水還是食鹽水 食鹽水 然後清潔臉部 然後以及傷口 像我自己的話 因為沒辦法想要洗頭 就是有些人應該跟我一樣 就是不管男生或女生 就是很想要天天洗頭這件事情 所以我其實應該是前三天 我真的很乖沒有洗頭 擦頭的方式 然後後面開始 我就是水先滴這邊 洗完之後 然後在右邊 洗完右邊之後 因為還有頭髮嘛 然後就是再彎一點點 然後洗中間 然後就再洗後面 所以就是不要爛水 碰到眼睛就好 就盡量小心啦 另外的話就是 不要提重物 你可以大方的跟同學講說 快速度也太舒服 我們大提重物喔 因為眼壓嗎 還是什麼 應該是說怕有壓力 然後造成你可能出現 或什麼的問題 就當公主和王子 或是國王或皇后都可以 還有在期間的話 就是我有就是 發現說 我怎麼眼睛這樣濕濕的 喇叭油喔 不是啦 不然咧 就是我就拿位置 一擦的時候 我發現 紅的 流血水是不是 血淚 對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後來就問一下 就是那個諮詢師 他說就不用太擔心 然後我也特地 就再去問一下醫生 然後醫生是說 有可能是每個人測睡 剛才會叫我們說 要墊高枕頭睡 那有可能 畢竟有些人習慣 像我慣性是測睡 因為生醫師有說 因為眼袋會蓄積那個血水 然後有可能 我在測睡的時候 壓過到 然後可能導致 就是他會自動 就是幫你 拍出還什麼的狀況 所以才有這種情形 然後所以其實他是說 不用太擔心 擦乾淨就好了 真的一兩天過了 就沒事了 但是我記得 好像你的那個眼球 有那個血的 維持了一段時間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應該也是 就是壓力的部分 其實那就退很快 因為那個 有退很快嗎 應該是說 這個東西因人而異 對 有些人會沒有 有些人會有 所以其實這都沒有難急 在一開始手術前 諮詢師就有提到這個東西 他說其實每個人 血絲的問題是因人而異 這不見得每個人會有 像我昨天有 又也沒有 對 其實他說 這個都是會一段時間就會消掉 那像做這個眼袋手術 有沒有像是那種 比如說什麼玻尿酸 我看肉毒 他可能會有一定的時間限制 然後就回復了 我有去查一下資料 我忘記是肉毒還是玻尿酸 他其實是可以改善 你一些的眼袋部分 但是 他會有很短的時間限制 可能一兩年 然後我就去評估說 那我割眼袋 可是我去查資料的時候 他可以10到20年 對 然後雖然是因人而異 但是 你要想打肉毒 打玻尿酸也是因人而異 你可能費用是他的十分之一 但你要想 我一年要打幾次 如果他消掉 或者是說 我可能要長期做這件事 那我不如 我就是先痛一次吧 我後來就覺得說 加上吃了CP值的關係 評估後我就覺得 嗯 好吧 那就可以 重點是因為 真的是有一個很好的案例 就覺得他用得太漂亮 所以我也是放心的 直接去給孫醫師做這個事情 你這樣已經差不多 將近四個月的手術下來 你現在是滿意的嗎 的狀況 滿意啊 你看 很平整耶 跟原本比真的差很多耶 我覺得是自然啦 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很像是換一張臉的感覺 剛好是符合我的需求 以及訴求 所以我就覺得 很滿意 很感謝孫萬全醫師 就是 達到我的訴求 就是我的LEGO 跟眼袋的部分 是非常自然OK的 那 我是覺得說 因為像我這次動了 就是我剛才說過 就是眼袋 然後 LEGO 然後跟法令文 其實這個手術來講的話 就是我的眼袋 6萬 LEGO2萬 然後法令文2萬 加起來是10萬 其實也算是 一筆不小的數目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 好好考慮 要不要去做 這個部分 但是我個人 真的是滿推薦 就如果說 你自己有預算的話 那 滿值得去做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覺得 早做 早前說 其實我好像身邊 有人去做眼袋手術 他們都是會覺得說 真的應該早點做 就是你可以 漂亮久一點 對 就是你唇鼻子 可以拉得更高 更長 那很感謝這次 NSON的分享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像是一些眼袋手術 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像是 醫生 或診所資訊 都可以去私訊 他的Instagram 那如果你們想看到 其他的醫美系列 都可以在留言下方 去跟我討論 那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下次再見了 拜拜 按讚 按讚 Dafür